这是一个马上要破壳而出的小鸭子 波比小心地抠掉了上面的蛋壳 然后抓着毛将小鸭子从蛋壳中拽了出来 这个头都抬不起来的小家伙六个星期后 将变成中餐厅的烤鸭 美国75%以上的北京烤鸭都来自于这个鸭厂 通常下蛋鸭的公母比例高达1比25 但这种肉食鸭的公母比例仅仅是1比6 这里的母鸭平均一年就可以产下200多枚鸭蛋 而繁殖周期占据了整个生命周期的一半 这就是资本的力量 鸭子没有996只有007 工人们将收集来的鸭蛋放入温暖的蒸馏水中清洗干净 接着把鸭蛋推进了2摄氏度的冷藏室 休眠一周后鸭蛋被送进了35度的孵化器 为了防止胚胎粘在蛋壳上 这台孵化器会一直缓慢摇晃调整鸭蛋的角度 这些小家伙要在这里住上28天才可以破壳 破壳前的两三天工人会将蛋拖换成小篮子 当工人再次打开舱门时 小鸭子们已经破壳而出 但其中也有少数需要帮助的小鸭子 如果再早几天帮它破壳 波比可能会品尝到另外一道中国美食 那就是毛蛋 这里是养育室 刚出生4天的小鸭子在这个温度适宜 有吃有喝的空间茁壮成长 直到6周后 这些鸭子就要被送到加工厂了 工人们先用滚筒式脱毛机 清理掉大部分的羽毛 再将鸭子在热腊中浸泡8秒 最后过一遍凉水让热腊冷凝 这样工人们就可以轻松地拔掉残留的羽毛了 接着将清理干净的鸭子进入冷却池冷却 这些去掉头脚和内脏的是美式鸭子 而这是保留了内脏和头脚的中式鸭子 工人以五只一箱包装完成后 就可以发往各个卖场和餐馆了 镜头来到另一家工厂 波比用食指戳了一下筛网上黑乎乎的东西 然后一口吃进了嘴里 这是上一只用来生产蚝油的牡蛎宝宝 想看到他们必须用显微镜放大400倍以上 三年后他们最终会被制成顶级的蚝油 1888年 李锦商在煮牡蛎汤的时候煮过了头 结果成了一锅鲜美的牡蛎浓缩物 131年后 李锦继成为了年营收700亿的调味品巨头 卡利是蚝油工厂前端为牡蛎配种的工作人员 他会用显微镜观察牡蛎的雌雄 接着把雌性牡蛎从壳上抠下来 放进塑料袋里面碾碎 随后将挤压好的牡蛎肉泥 放到筛网上用水冲洗 这个过程中 卵子会随着水流流到第二层筛网中 然后再将挤压冲洗过的雄性牡蛎倒进水桶中 现在只要静置45分钟就可以得到牡蛎配胎了 最后将它们倒入了38000升的培育罐中 原本看不见的牡蛎两周后长成了现在的样子 画面中牡蛎壳上的小黑点就是一个月大的牡蛎宝宝 现在它们要将小牡蛎倒入威拉帕湾中 让其野蛮生长 这里一天两次的潮汐会带来大量牡蛎所食用的海藻 但如此完美的生长环境下 它们也活不过三年 因为三年后它们会变成鲜甜肥美的大牡蛎 晚上满载龟的打捞船抵达码头 简单冲洗后 牡蛎将直接进入加工环节 这个华人老爷子一天可以在7000多只牡蛎中 挖出近400斤的牡蛎肉 这个生蚝加工厂里有一百多名翘壳工人 他们每天要处理近50万只牡蛎 挖出来的牡蛎肉将通过传送带 传送到文火炉慢慢烘烤 以便去掉多余的水分并浓缩它的味道 在进入生产车间之前 首先要经过一道严格的清洁环节 这一小瓶大约有100只牡蛎的提取物 而每一个蓝桶里都装有200升牡蛎提取物 这些仅仅只是这个工厂一天的产出 接下来他们要将牡蛎提取物 糖 玉米淀粉和焦糖色素倒入高压反应服中 几个小时后制作完成的蚝油 在灌装车间以每小时18000平的速度 快速灌装到了玻璃瓶当中 直至视频拍摄为止 李锦记占有美国蚝油市场90%的市场份额 接下来是今天的第三家工厂 这是大部分中国人都不知道的中国美食 这种叫做幸运饼干的东西 在美国中餐外卖中必不可少 饼干里面的字条上写满了祝福语和随机的幸运数字 2005年3月 选美二等奖的获得者达到了预计的30倍 一共110人 这让彩票公司额外支出了2000多万美元 后来调查发现 大部分获奖者是按照幸运饼干里的数字买的 首先工人要根据口味将烘焙粉 起酥油 糖 面粉及各种香精倒入搅拌机中 20分钟后 香草橘子味的黄色面糊搅拌完成 接下来就可以进行烘焙了 机器上的喷油嘴 在每个电饼铛上喷上少量的植物油 然后在饼铛表面挤上一小列黄色面糊 当电饼铛两侧的滚轴经过弯曲的轨道时 电饼铛会自动闭合 整个过程就像是幸运饼干排队做摩天轮的场景 加热一分钟后 面饼来到了成型区 这些白色卷纸上面写满了近5000条 祝福与何幸运数字 当柔软的面饼经过这里时 裁剪的小纸条被铺在面饼上 最后由这台发明于1964年的机器 将柔软的饼皮和字条 一同塞进空心的行腔里面 因为这条生产线已经服役了50多年 所以偶尔会有一部分不合格的倒霉饼干产出 他们会在当天集中处理掉这些残次品 现在冷却完成的饼干通过传送袋 被装进了塑料包装袋 然后被热刀切割成了独立的包装 好了 今天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你看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